冯荀身体也在颤抖 他看着四周那些大人物 又看着方家大门 他至今都无法相信 看到的这一幕 就在这时 方家大门再次轰鸣 光芒居然一次的爆发 从六千丈达到了七千丈时 大门外方家众人全部震动 大长老方通天 更是双眼露出 前所未有的明亮 七千丈呢 整个方家新一代中 能达到七千丈者不到十人 今天又多出了一个 此人是谁呀 必定是枝脉的族人了 我看八成就是韬儿 冬天门外 方家众人震动时 东盛兴内 那七生道中 回荡苍穹大帝 所有方家族人的耳中 与此同时 那在湖泊外 喝酒的梦浩的十九叔 身体微微一颤 缓缓地放下酒壶 抬头看向了天空 七生道中 是谁首次踏入了方家大门 莫非 莫非是浩尔 十九叔身体颤抖 猛地站起了身 右手抬起一挥 那倒立的青年惨叫 被中年男子一把拎着 直奔天空 爹 爹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青年 凄惨之声传出 可十九叔 置若罔文 一晃之下 带着青年 冲向东天门 他要去看看 到底是不是梦好 与此同时 在方家祖宅内 另一侧 也有一处大殿 这大殿里 只有两个人 一个老者 一个中年 二人盘膝打坐 都听到了终声 你去看看 这是哪一脉的族人 若是我们这一脉 也就罢了 若不是 就索要过来 老夫可再收一个孙儿 老者没有睁开眼 淡淡开口 中年男子神色威严 容颜与方秀峰 有些相似 点了点头后 一步迈出 身影消失 出现时 赫然在了天空尽头 他目中 有光芒一闪 七千丈的资质 只比我而差一些 也配成为他的弟弟了 此时此刻 在方家祖宅的下方 无尽的大地深处 有一座洞府 这洞府内 弥漫了浓郁 到了极致的仙气 四周赫然 是以仙玉打造的 一个青年 赤字上身 正盘膝打坐 而他的四周 有九个身体 刚枯的老者 这九老全身 被铁链捆绑 凝固在阵法上 发出凄厉的嘶吼 随着他们声音的传出 一缕缕 仙气赫然从这九个人的身上流失 融入阵法后 竟被中间的青年 吸入在体内 东府的周围 还有三个老者 观望着一幕 脸上露出微笑 公子的修为 越发精进了 以公子的资质 放眼整个地九山海 都是数一数二 就算是三大道门的天骄 在公子面前 日后也都要低头啊 公子有大愿 用不了多久 他成为真仙后 将会横扫地九山海的 所有天骄 也正是在这时 终生回到 三老神色一变 可那青年 依旧闭目打坐 东圣兴 外人听不到终生 可方家族人 却是越来越多的飞出 直奔东天门而去 凝聚在门外 看着方家大门的 光芒无尽 到底会是谁呢 不用着急 一会儿就可以看到了 不管他是谁 此人以后在家族的待遇 将与众不同啊 人群内 孟昊的十九书 也在其中 看着方家大门内的身影 他身体猛地颤抖 别人没有看到过孟昊 自然认不出来 可他一眼就从这 模糊的身影内 感受到了熟悉 他是谁啊 居然门光七千丈 十九书身边的青年 此刻目瞪口呆时 脑袋被他的父亲 狠狠地拍了一下 电 青年哭丧着脸 正要说些什么时 忽然的轰鸣之声 再次惊天而起 方家大门的光芒 竟再次爆发 轰轰轰轰 从七千丈突破 直接攀升达到了八千丈 这种高度 这种气势 瞬间就让冬天门外的方家族人 一个个目瞪口呆 天哪 这 这怎么可能 八千丈 居然 居然达到了八千丈 魏公子也是八千丈 此人的血脉浓郁 居然 能堪比魏公子了 族人里 有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不可能啊 我记忆里 没有那个族人 有如此血脉呀 哗然时 方家人群内 有一些老者 神色暗淡 沉默不语 内心苦涩 他们这些人 在人群中不多 他们是方家的嫡系 曾经的辉煌 如今已成为了过去 随着孟昊的爷爷失踪 父亲去了南天兴 而嫡系的老祖 也闭关不出 嫡系的没落 在方家中 已越发的惨淡 他们看着门光无尽 只有轻叹 曾经我们这一脉 也有一个天骄 那才是真正的天骄啊 可惜一年前 本以为他能回来 可如今 却生死未知 人群内 还有一个人 此人正是之前 刚刚到来的 准备将门内孟昊 收为自己这一脉的 中年男子 他原本是带着笑容 站在那里时 身边有不少的族人簇拥 以其为首 可如今 在门光八千丈的刹那 他忽然双眼收索 目中身处 居然露出了一抹杀迹 不管对方是谁 可八千丈的血脉 已威胁到了他的儿子 大长老方通天 双眼微不可查的一缩 可神色却是慈祥 更有振奋 好 我方家 看来要出一个 与方卫并肩的天骄至尊了 方家震动 东圣星内 第八生中鸣回荡时 那些没有飞出的族人 也都一个个震动 无论是在血色沙漠中 打坐的青年 还是在火山内修行的中年 都在这一瞬 飞了出来 而在祖宅内 那派子嗣出去的老者 他闭目的双眼 漠然睁开 其双目内 有恐怖的光芒 刹那炸现 八千丈 方家这一带的族人里 除了我的孙儿 没有人具备如此浓郁的血脉 此人不是东圣星方家族人 他应该是那个该死的小杂种 他没死 老者眼中杀鸡漠然闪耀 可很快就皱起眉头 他内心有忌惮 这里是东圣星 而方家道运太深 就算他身为族人 身居高位 可也不敢明明而上触犯 该死 他如此高调 可见心机深沉 此刻 东圣星的方家 全部都被震撼 孟昊这里的门光之高 已与方家第一天交方位 并驾齐驱 这种血脉的浓度堪称恐怖 寻常族人兴奋 可那些掌握权势 以及修为高深的族人 却是一个个面色变化 对于族人中出现天交 他们高兴 可若这个天交 到了一种恐怖的程度 则此事就不是喜悦了 一旦撼动了方位的地位 那么龙虎之斗 必定有人败露 此事涉及派系之争 极为复杂 孟昊在方家大门内 此刻闭上眼 他的血脉全部沸腾 流转全身时 他能感受到 似乎自己的血脉 还有余力 他深吸口气 双眼漠然一闪 既要高调 就要彻底一些才对 他修为轰然爆发 血脉游走时 全部轰鸣 立刻震动大门 而外界的光 也在这一瞬 从八千丈直接攀升 八千五百丈 八千九百丈 九千丈 哗然顿起 可刚一出现 就立刻戛然而止 因为这光还在继续 九千一百丈 九千两百丈 九千五百丈 九千七百丈 直至 九千九百丈 一万丈 所有方家族人 全部震撼到了极致 大长老方通天 双目死死的收缩 可脸上却露出微笑 他四周的方家族人 那些老者都皱起了眉头 可寻常族人 却是欢呼惊天 一万丈 超越了魏公子 此人的血脉浓作 前所未有啊 万丈门光 方家有记录以来 数万年没有出现过呀 传说 只有当年的先祖 才是万丈之高 此人血脉反祖了 孟浩的十九叔 振奋到了极致 双眼露出强烈的光芒 一定是浩儿 也唯有大哥的儿子 嫡系一脉的长孙 才会具备如此血脉 东圣兴上 第九生与第十生 钟鸣回荡时 祖宅内的老者 猛的站起了身 露出无法置信 而在大地下方洞府中 那吸收身边 久老仙气的青年 双眼默然开合 目中瞳孔 是紫色 露出奇异之盲 是他回来了吗 青年缓缓开口 这一天 方家所有族人 前所未有的震撼 这一天 东天门外 人数之多 密密麻麻 无边无际 这一天 方家的族人 有大半强者都飞出 在了冬天门外 这一天 也是冬天门外 之前排队的那些修士 这一辈子 都无法忘记的一天 这一天 也是冯荀 觉得自己这一生 最梦幻的一天 他认识一个梦幸修士 对方踏入方家大门 门光万丈 创造了一个传说 缔造了一个神话 轰鸣之声 从方家大门上 回荡八方 光芒在这一瞬 渐渐消散 这一刻 四周万众瞩目 所有的方家族人 都齐齐看向大门 渐渐的 随着光芒暗淡 一个陌生的身影 徐徐的 显露在了众人面前 修长的身体 淡蓝色的长衫 一头黑发飘摇 面色有些蜡黄 微微瘦弱 可他站在那里 却仿佛站在了太阳上 踏入巅峰 他的双眼明亮 如同星辰 他站在那里 目光扫过四周时 当着所有人的面 似有些害羞 露出腼腆之意 家父方秀峰 家母梦丽 我有一个姐姐叫方瑜 我随母姓 叫梦浩 拜见各位爷爷奶奶 叔叔伯伯 弟弟妹妹 梦浩抱拳 神身 梦浩 这在方家族人看去 前所未有的自我介绍 随着话语的传出 四周刹那一片寂静 每一个方家族人 都在看着梦浩 看着他那陌生的面孔 看着他身后的方家大门 之前的万丈门光 正渐渐的暗淡 梦浩 这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可方秀峰这三个字 那是一个对方家族人而言 曾经辉煌 且以后也无法忘记的名字 嫡系长子 那一代方秀峰是方家第一天交 横扫各脉族人 更是力压第九山海各宗天交 那个时期方秀峰的强悍 让与他同辈的那些人成为了繁星 去衬托出方秀峰的交扬 他更是迎娶了来自第八山孟家的爵士女子 二人长心之时 第八山来人浩大的双修之礼 传遍两大山海 而孟浩的出生 更是将这一切推到了巅峰 可紧接着如同繁华之后的凋谢 一切落幕的太快 快得让很多人都有些无法置信 方秀峰的父亲失踪了 而他也去了南天兴 要镇守那里十万年 这一切都是因他的儿子 方浩 这当年血脉浓郁到了极致 七岁涅槃的孩童 在血脉逆天的同时 也是天生的废物 甚至那些年 有不少人认为 方浩克他的父母 克他的亲人 而如今 孟浩回来了 或者说 方浩回来了 一个人回来 可却让整个方家族人来迎接 他当年随着父母离开时 东圣卿震动 而如今他归来时 东圣卿更为震动 因为他是带着万丈门光归来的 刚一回来就将方家的第一天交方卫 在血脉上彻底击败 横扫所有族人 让万众瞩目 孟浩 他是方浩 是嫡系一脉的长孙 天呐 居然是他 他回来了 当年那个血脉浓郁到七岁涅槃的孩子 他 回来了 族人在寂静之后 轰然爆发 嗡鸣之声回荡 当孟浩说出他的父亲时 人群内那些属于嫡系一脉的族人 他们震动 他们颤抖 他们激动 十九书更是迈步走出 他看着孟浩 这一年 他的自责 他的内疚 几乎将他淹没 他觉得对不起他大哥 如今看到孟浩安全的归来 且掀起了滔天之势时 他的喜悦 无法形容 笑声传出 大长老方通天 缓步走出 望着孟浩 笑容里带着慈祥 回来就好 无论你叫孟浩 还是方浩 你都是我方家的族人 都是方家嫡系一脉的长孙 你小的时候 老夫还抱过你呢 方通天大笑 笑容里的慈祥 很是明显 此越看孟浩 就越是喜欢 而他身后那些老者 也都脸上露出了笑容 一个个 纷纷上前 好孩子 这些年 你受苦了 回家就好 回到了家族内 你的未来 不可限量啊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好好好 方家族人 也都在欢呼 在修真界 尤其是以家族为宗门的势力 血脉之心 虽有复杂 可很多时候 也更单纯 孟浩的归来 无数人在高兴 那之前 阴沉的中年男子 此刻笑声传出 快走几步 来到孟浩面前 仔细的端向后 很是感慨 浩儿 我是你二叔啊 当年我和你父亲 一起征战 一起成长 一起修行 就连你与魏尔 也都是只差半个时辰 近乎 一起出生啊 回来就好 你是我方家的族人 在家族内 你就是天骄 更多的人 纷纷来临 尤其是那些嫡系的族人 更是激动 孟浩的归来 让他们振奋 而门光万丈的血脉 更是让他们 似看到了嫡系的希望 你以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